上海萬聖節變大型反共現場 分析,尼克強犯下兩宗死罪 尼克強選柳寧堂曝光 尼妻又揭奇遇害真相 中國上海迎來疫情之後的第一個萬聖節 不過今年民眾的打扮堪稱史上最強 不僅有人扮成防疫人員大伯 上升指數和韭菜 甚至有經驗為離出巡 嘲諷中共的意味濃厚 多個與上海萬聖節相關的話題都衝上了微博熱手 過去三年痛苦的防疫經歷 大伯做核酸無疑成為變裝的一個主要對象 還有一個人扮成鼠鴨為大家做核酸 但有些很快就被警察光顧 年輕人通過舉牌,變裝進行各種諷刺 例如變身吳京,用雖遠必珠諷刺中共當局 變身攝像頭影射中共監控 化身呈蝶衣影射文革 小熊和禁止渡流就疑似一路影射習近平 還有人身貼多張白紙,影射白紙運動 還有人扮成蜘蛛盒 但很快就遭到警察驅趕 有網友嘲諷說,後面一班小弟真正控托出了蜘蛛盒的氣勢 還有人因為著皇帝莊而被警察驅趕 大陸澎湃網31號晚報道 警方宣布 因客流量過大,上海市巨陸路158號走巴影員再接待客員 實施指出不盡措施 13號線淮海中路站臨時封站 對於今年的上海曼盛節 網友紛紛評論說 應該說不說,都是人才 圍尼的扮演者是真用者 上海曼盛節表面是一場狂歡 背後是人心裏一塊箱 只得在特定的日子裏才敢拿出來宣洩 前中共總理李克強忽然離世,中年68歲 成為中共歷史上最短命的總理 有分析盤點李克強的兩宗死罪 一是他的學歷和英文能力 在中共領導人當中受屈一指 這是死罪之一 另一死罪就是作為中共領導人 他多次說出大實話 香港時評人馮希乾 形容李克強是史上最高學歷的總理 中共在1977年文革之後恢復高考 李克強憑真才實學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 李克強的勤奮克苦 令陳任華東靜法大學的 舊同學何勤華記憶猶新 何話,你無時無刻都在背英文 一本保仔的正面寫著英文 背面寫英文 去食堂的路上背 排隊的時候都背 後來成為了李克強夫人的情紅 剛剛很多英文系教授 有報道說 兩個人在家中都用英文溝通 馮希乾說 李克強這樣如機似學地學習英文 應該跟他對西方經濟學的濃厚興趣有關 法律系畢業之後 李克強一邊工作一邊學習 最終獲得北大經濟學博士學位 他感嘆 年輕時後的李克強 沒有單二百斤墨紙 十里山路不換堅的傳奇故事 只是得刻苦讀書 用心學英文 成為總理之後 他可以用英文直接跟外國官員去交談 而他跟外賓譚笑風生的畫面 更加多次被中國記者捕捉於鏡頭之下 這樣叫沒了翻譯就成為阿爸的人 看在眼裡 情何以堪 劉勢良還說到一件趣事 自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當年訪問白宮 會見時任總統克林頓 見到兩個人相談甚歡 共產黨大為緊張 以為李柱銘游說美國制裁中共 事後劉勢良詢問李柱銘的談話內容 你說會談的30分鐘 其中大約有20至25分鐘 都能夠談論一本書 叫Fit for Life 克林頓好奇李柱銘怎麼這麼瘦 但就這麼精神 李柱銘就引述書中內容說 不要吃紅肉 克林頓回應說 不吃紅肉就提不起精神 李柱銘就解釋給他聽 哪些紅肉可以吃 哪些不可以吃 劉勢良說 見到兩個人相談甚歡 中共覺得十分不安 打電話到處找人打聽談話的內容 李柱銘跟克林頓究竟說了些什麼 是不是要制裁中國 劉強調說 這個是真人真事 不是說笑 由此可以推測 聽不明白英文的習近平都會起疑心 見到李柱銘跟西方正要談笑風生 心裏面不是滋味 等於當年市任特首真任權 和市任廣東省省長和華華愛訪 英文流利的真任權在國際場合如如得水 和拉加德喝完紅酒之後就跟美國財長聊天談笑風生 中共體在眼內就將他送入監獄 馮希乾說 李克強的死罪卻不止英文流利 還包括他比較敢說真話 在黨媒宣布中國脫貧獲得重大勝利時 李克強大潑冷水 直言大陸6億人口月入只有1000元人民幣左右 令最高領導臉上無光 此外 李克強指數透露了中國經濟的真實情況 據稱 在李克強擔任遼寧三位書記時 有一次告訴美國外交官 大陸當時的GDP數字不可靠 因為是人為製造的 如果要真實地評估經濟 應該集中看三個不容易造假的指標 即是用電量、鐵路運輸量和銀行貸款發放量 這番說話很有見地 後來按門就稱之為李克強指數 也有聲音認為 換另一個角度看 如果李克強向中共官場順風順水 就會增加西方對中共的好感 無形當中會幫中共延長幾年壽命 所以中共需要習近平這樣的總加速師 打爆所有的行業 得罪所有的國家 讓全中國和世界都認清中共的邪惡 10月31日 兩張疑似李克強靈堂的照片出現在網絡上 其中一張是靈堂內景 另一張疑似李克強夫人程雄在門口接待來訪的奔客 照片顯示 靈堂的報紙相當簡陋 疑似沒有遺體 只是在圍罩下面擺放一些白色或黃色的花束 只有一位被抹去念容的男子 站在圍像的旁邊 沒有其他人 靈堂的木地板開見到拍攝者的影子 以及帶門射進來的日光 這些的光線顯示 靈堂疑似布置在一個面積不大的廳堂當中 有網民猜測地點可能在北京白寶山公墓 李克強圍像下的幻聯 疑似寫有 晴雄率全家敬幻字仰 圍像上方的黑色橫幅上書 沉痛到念克強 你去了盛時 你跌到顯示蓋靈堂可能只是家人設置 用來小範圍接待關係緊密的親朋好友 10月31日 新華網宣布 李克強為體已於10月27日混帝北京 定於11月2日火化 各官方機構將會降半期 但官書沒有提到遺體告別儀式 當局都沒有公布李克強智商委員會名單 依照慣例 中共在任和前任高層領導人的遺體告別儀式 一般在火化之前 在白寶山公墓舉行 外界輿論認為 李克強是因備受質疑 當局迅速而低調地火化遺體 可能是為了避免夜長夢多 和李克強靈堂照一起傳出的 還有疑似李克強夫人程鴻 在靈堂愛接待來賓的照片 照片顯示配戴白花的程鴻 正在同一位空戴白花 被吐黑布的男子擁抱寒圈 四周有四名男子圍觀 照片當中呈紅頭髮花白 臉戴潮水 兩張照片當中的男人都被遮住了的樣子 或者是被蒙蓉了臉容 或顯示這個追悼會未被允許公開 不過在第二張照片當中 日明遠遠地站在處後面的年輕男人 雖然露出了多半塊臉 但卻沒有打格仔處理 有網友猜測他的身份 懷疑當局是否安排監視李家的中央警衛局人員 目前網絡上有關李克強被病死的傳言滿天飛 有人質疑為何程鴻等家人不出面表態 還有傳聞說李家人要求驗屍被拒絕 據X帳號海外爆料說 網傳李克強夫人程鴻向外界發聲 李克強是被害死的 原中共黨校校長蔡霞對此表示 程鴻說的這番說話在牆裡面已經傳開了 先生死得不明不白 妻子必定要幫丈夫搞清真相 幫先生報仇 程鴻必然要揭露真相